银哥犯有欺君之罪 罚其到亭华山 私过十年 十年之内不得下山 不可能 大王不可能因此来罚我 没有什么不可能 难道大王就不该惩罚你吗 你真的想让我走 是因为厌倦我们吗 闭嘴 这是该对大王说的话吗 压进去 压往天华山 荣云 别让我恨你 走 走 姐姐 你在哪里啊 姐姐 姐姐 姐姐小心 姐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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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擅有 不知道 这 不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让我为他承担 事情 没有你想得这么严重 大半夜的 别多想了 可是 我不想姐姐受这么大委屈 放心吧 英哥是我府上的人 我自然 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别多想了 我还有事情要做 早点休息吧 爷 有我在 别怕 侯爷请 这首诗的瓶子 应该是 瓶瓶子 瓶瓶 应该对 瓶子 瓶瓶子 对吗 对 顶大王 瓶侯爷来了 然后呢 就是瓶子 瓶瓶 瓶瓶 太好了 臣参见大王 臣妾告退 哎 怎么了 刚才 还没有说完呢 大王班正式要进 时何时对都行 臣妾不敢耽误国事 不打紧 做了就好 来 给朕倒上酒 是 大王 不知尚夫人 大王亲 身体可好了一些 尚夫人 尚夫人 你指的是锦雀 还是阴歌呀 臣致罪 请大王降罪 你胆子太大了 你知道七军是什么罪吗 你 原本 这只不过是件小事情 你对锦雀有情 舍不得 情有可原 但是你既然跟 我说 你 终于 还在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你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大王责罚 为了整顿后宫 对他的责罚是不可避免的 我已经把他关到了亭华山 让他思过十年 十年 大王 尚夫人虽然有错 但十年是不是太长了 长吗 本王还觉得短呢 他这个性子 是该好好地摸一摸了 你回去 也闭门思过三个月 免得外人说出来 是我半事不公 谢谢大王